崔永元街坊周姿老底,方骗子号称专家,专为医药农药利益集团洗白。 25万只假疫苗已经用在了25万人身上了,生产假疫苗这种人跟谋杀没有任何区别。 对于心直口快、敢说敢言的崔永元来说这是令他很心痛的。 而作为打假第一人的方舟子却被崔永元在假疫苗事件发生后接了老底。 方骗子果壳网号称专家一直为医药、农药、添加剂等各种利益集团的骗局细地导致大批百姓受害。 社会组织已将方舟子生日9.28定位世界狂犬病日。 印度人把假药做成真药,中国人把真药做成假药,卖印度真药的被抓了,卖中国假药的发财了。 而更有些如同方舟子一样的明星为了钱真的是可以卖债良心做事,他们不管代言的这个东西对人有没有害,他们关心的只是代言废的多少,甚至混淆视听。 污浮不堪不堪的娱乐圈盖子已经接了,当一壮士段万之决心彻查到底已正式听。 时代需要重新换回曾经激励我们的雷锋精神、女排精神、两弹一星精神。 明星学历不高,却可以四天赚6000万,为了上头条,还天天脱家带口炒作,巴巴巴引导全国人民都进军娱乐圈一样,而各行各业日夜在岗位上加班加点工作,努力为国家事业奋斗的人才计千元一月,严重影响到下一代人的人生价值观。 善行天下。 崔永远放弃了社会荣耀、社会利益,而公身去救人,因为荣耀在心中,价值在心中。 看看微博上的某些人打口水战,说得好听呼吁网民,不就是为割韭菜就为骗钱捐分。 自责惭愧道歉现在已经一文不值,这要场造假,性质恶劣,受害人众多等同于大屠杀。 。 岂能罚个300万了事,企业丧尽天良,监管机构同流和乌,百姓就是被载的羔羊。 。 国家现在出面责承权威机构调查严惩,就是给造成伤害者最好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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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